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开心,我今天更不开心 就算破产,那个人会在你身边 你事业,家庭,老公,爸爸也做得不好 你是不是人呢? 好,拿了杯Tim Hortons 那你喝杯先出发 好热啊,假裝不到 嘩,热到你真是 好热 我老公是完全喝不到熱的 什麼完全喝了一口? 你卻完全喝不到冬夜 Hello, 大家好 1, 2, 3 今天來到九周年的正日 即是今天 我們延續支持Vlog 我們正在駕駛去一些遠一點的地方 現在在駕駛 正在駕駛的路程下 想和大家回應和分享一些東西 看到很多的留言 會有大羨慕的說話 你倆婆真是甜蜜 我好先生,我好太太 我想Grepel跟我一樣 不禁有一點想 其實一定不是Grepel 很多爭執 有經過了 今天想和大家說 我們結婚了九年 我們一些不可預計的好與懷 簡直說得太斯文了 是Crisis 如果回到後 自己如何處理 以及一些驚喜 是好的 原來他也有這個 第一個問題 先說出差的事情 我們結婚這段時間 對你來說 有什麼Crisis的例子 如果回到2011 2011年的時候 你會跟自己說什麼 去改變 或者準備功夫做好一點 對我來說 我跟Grepel結婚的時候 跟很多人一般 進入婚姻的狀態差不多 就是很多 對對方有自己的一個 perception 很多 romance good feelings 他進入婚姻 也有一個不應該有的 expectation 就是對方可以填補自己 所有的空缺的地方 去到結婚的第四年 終於覺得很不可 自己的感受和老公 很多時候的交流 就是說小朋友 但是深層次 要不就沒有時間 要不就好像開不了口 當然不開心 就是覺得婚姻 還未去到一個很差的狀態 那你怎樣解決問題 或者回頭 你怎樣跟自己說話 那時候我就很開心 很幸運 就是有一個好朋友 那時候記得應該是帶著一個大兒子 很幸運 我有一個朋友 我叫Pastor Brian 那Pastor Brian 他就聽過我說話之後 他就說 你似乎渴望 是和你老公 有一個比較深層次的 connection 但是呢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兩個人走在一起 要有交流 你要先 你自己有的 你才可以跟其他方去交流 但是如果你這個人 很風蕩蕩的時候 又不開心 有一個黑洞 在那裡 你不先去 take care 好自己 那你去走在對方面前 就好像Grad說 好像一個黑洞 那其實對對方都不公平 這個對我來說 是很大的提醒 都是很難的 就是 expect隔壁吃你的人 會明白你 這些 但是可能有時候 其實是明白了的 只不過隔壁殺了 不明白 但是人們會記得 這些東西多過正義 會不會有一個感恩寶去抄下呢 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很涼的 常常會說這些東西 如果不是人是不懂得交 就是你覺得很涼的 就這樣的話 人是悶過 不能忘記 開心的東西 我們看到的 都很不斷意同一樣 就是都說 不要 expect 你們兩個無電的時候 碰在一起 愛情魔力令你 突然會有回電 你起碼你要充夠電 有時候去互相充起來 才是充電 在一個love bank裡面 加錢的時間 你當love是一個 currency 你如果自己的love wallet 是充當的 大家都充當的 是的 大家充當的 你走在一起 你猜是怎樣的一個connection 怎樣的一個interaction 你問我拿錢? 我不比你窮啊 是的 就開始很多 你不開心 多的兒子勸言 我今天更不開心 很多bitterness 是的 那C先生 你這九年裡面 有沒有覺得遇到 什麼很大的crisis 或者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大兒子出生 零歲到一歲 那段時間 那其實對自己的identity crisis 那不是說自己做得好不好 是覺得你是不是一個老公 是不是一個 就是是不是有在做 那個角色而做的事 是的 是不是一個老公 甚至是 不是只是要做事 是不是一個老公 你是不是一個老爸 生了個小朋友的時候 就是我老婆多了很多事情做 100%的時間都不夠用的 那所以這個 這個 等等我先把連結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那些事情做呢 我自己當時覺得 喂 我日後的工作 那當時呢 那當時呢 那個投資的上面 那一般的 那時候 剛剛資產管理 開始了一段少許時間 那你都在想著 自己的工作程序 可以處理好 那我老婆也是有辦法上班的 更加因為這樣呢 他還做多了寶寶的事情 我就更加不敢跟他 投訴我自己本身份工 我又盡了全力 在晚上 凌晨醒了 我都會輪流去拍下 一個寶寶的訓 你都會感覺到 你懂的東西 知道的東西 買的東西 就好像自己很蠢 對呀 為什麼呢 我會用這件事 為什麼就這樣買個策略 選好一點呢 那些 research 呢 我自己又真實做 但是為什麼好像 好像不夠好 好像不夠好 那有個聲音會跟你說 是你不愛你寶寶 你才做得那麼差 這樣 你有說的話 我已經很忙 類似這樣 我都不是focus一句 我就是focus 但我也有自己 還沒處理情緒 又被證監查 又要批封文件 不然信又要開話 還要回答信等著我 那我也沒有客氣 我都立刻 我要開信了 但是晚上的時候 你不甘 成年 有個聲音出來 跟你說 你好像 老公都不應該做 是不是 那你事業 家庭老公 爸爸都做得那麼好 那你是不是人呢 就是你現在聽到很誇張 我不知道大家老公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那你有什麼 對於那些未經歷這個階段 令到這個process 容易嗎 我想回回201415年的時候 我想我會回家前 就算立立了15分鐘 不要趕著說 幫忙救命 老婆會死人 是真的救命的 但是呢 你坐在office 坐在office多了15分鐘 或者半個小時 sort out 那天你先發事 並且寫下 明天你回來會做的事 你好像自己 預約了約會 我現在8點半 到明天的9點 我是不處理的 但我不是不處理 我是9點鐘 處理回這些 這些 那你先先把心情緒 那第二呢 就是跟我太太的說 就是 我想是有點婆娘的 但是你說 喂 我是不是真的 這麼不像一個老公 做得好嗎 如果老婆真是很討厭 那你真的很廢 我覺得 那大家 拿個機會出去聊天 那如果難得 太太有機會 就是先聽 生孩子之前 就一定找一些 有經驗的配偶 問了他們 將會來的一些routines 和一些分工 那我們兩個夫妻 就談了大概的分數 不能談到實質的 認識不到的 但是也不會帶著一個公平之心 50 50分分 那一定是不能夠 是說公平得完 就是你 你聽Grad說 我們經過這個階段 問題所在之一 是我 那時候 有沒有跟Grad 他溝通 我自己想的什麼 一些感受 一些能處 我又沒有說 然後Grad又沒有 我覺得他磨到死了 他為什麼不敢處理這些 對 其實就算是要經歷這些 你可以有個人去說 跟他傾訴 他可能幫不到你 但是你感受整個過程 你不是那麼孤單 是差很多 有沒有什麼好的 嚇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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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生孩子 結婚是可以 聽起來 有沒有些 這九年裡面 你覺得是 因為結婚前 我們兩個 壞的一件事 比較負面 和比較喜歡想 就會突然間放空 我老婆 我就會從理性角度 我想一二三四五 你真的讓我想 我就會放下她 但我老婆是要感覺 去fade out 突然間她會這樣 很擔心的 溝通方面 但是 一生兒子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驚訝 就是 我老婆 可以有這麼強勁的 focus and attention to details 在生兒子方面 就是兒子的所有事 安排 連時間表也有 這樣 對婚姻的信心 感恩 還有信心 幸福就會 我對她組織一下 經過第一個兒子的事件 我覺得我老婆 家庭的能力 更加 對於家庭方面 是一樣的 是不是 什麼事 不是 我開車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才笑而已 因為你這個人 很難 是呀 我就到了 喂 好了 我們到了一邊了 終於可以停下了 我會更加有 我老婆的 attention to details 時間表 是很多小和大的環節 我沒想到 你有這個能力 可以因為愛 而激發了這麼多另外的能力 例如格價 突然也會吃格價 就是會看商品 shopping 食物 食物 寶寶 小孩子 一定有蛋白質 有fiber 我們兩個吃不得定 吃到肉醬已婚 那些婚姻 從這個合作 會鞏固了 但是當然 不是代表你合作 你睡覺 兩個不溝通 但是晚上 當他睡覺的時候 其實我們談回 那一天的事 這個習慣 習慣了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該如何 當我們忙完之後 那一晚的身體很累 但心靈很充實 大家好像一個team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 沒有生仔 沒有可能想過的 壞處和好處 但是那個好處 overcome了壞處 很多人都這樣說 你未生仔不知道 壞處是好壞的 但是好處是好到 你是 即是怎樣 一個毒品 你每天都要親它一口 你呢 意想不到的好 就是 我老公是 在那些大的事 我自己覺得 有一點點覺得 好像天都要 倒下來的時候 就是它是比我 預期是 理智 much stronger 就是during those times 那這件事 我是很 thankful的 當你自己的心很亂 尤其是可能我是 女仔 女人 那個sense of security 其實不一定是 來自你有多少錢 在那個bank account 什麼不是的 這麼糟糕 不是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來自對方 給你的感覺 他是 不離不棄 就是你遇到什麼 或是他遇到什麼大的難關 那個陪伴 就是你不用擔心的 就算破產 那個人都會在你身邊 我明白 但是你看你這樣 好像人家覺得吹噓 你完全沒有例子support 天都要跌下來 譬如好像我 學校那裏 真的換了一些新的領導 對我很多的要求 很多時候 你連自己都質疑自己的時候 到這些時候 對方就可不可以做那個support 就是好像一塊石一樣 就在這裏 就是無論什麼事 他都會在你身邊 就算你沒有了份工 我記得好像有這樣說過 就是沒有了份工 就是最差的情況 你就沒有了這份工 我拿一張紙 我拿一個計數機和計 是啊 我們都不會死的 是啊 是沒有感動的 是啊 就是生四個 每一次我去到產房那一刻 如果Greg不在旁邊 牽著我的手 怎麼經過的呢 我想回我媽媽 生我們七個 所以都多謝我們兩位媽媽 好了 那我們繼續我們的行程 那就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什麼 comment 有看的 我每個看的 是啊 那我們就慢慢散步 那大家又如何慶祝這個anniversary 會不會好像我們在車裡面 說一些不好的事 那大家記得繼續跟蹤我們私家家四個 記得按like 按share 按notification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我們還 cares a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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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versary впер 滑 Happy Anniversary Good job! Happy Anniversary 你靜點說我先 Happy Anniversary 你靜點說我先